在开始的时候,其它仅仅是一块一块的木头 我们看到的琴头和琴锦就是这样的 甚至纸板都没有粘合在上面 机器会打磨出琴锦应该有的形状,就像这样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一会儿它们会粘合在一起 你们所知道的单板吉他分为面单全单 面单的意思就是它的面板是用一整块木头做成的 但是不可能有这么粗的树 所以我们看见的面单板是用一整块木头裁成对等的两半 然后拼接在一起,所以你看你自己的吉他 在面板的中间有一条很明显的封锦线 全单的意思就是它的面板,侧板和背板都是石木 面板和背板的制作是相同的 侧板我马上会带你们去看 我马上会带你们去看 这通常是用手工裁剪完成的 而我们现在会很方便的使用激光机 我们首先要保证中线是对准的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块面板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块面板 当当当当当当 我们可以把它和切好的背板放在一起 在做好面板之后 我们要把需要打磨的地方加厚 这个步骤是打磨口龙花的槽 如果在打磨中出现问题 这块面板就不能用了 我们吉他上的口龙花就是被这样制作上去的 音凉是吉他声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音凉的结构决定了面板的强度和震动的能力 许多年来无数优秀的制作家 都在努力的创新更好的音凉结构 而不同风格的琴也会使用不同的音凉结构 可以说音凉是决定音色的关键 切好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切好音凉的面板需要烘干 这在古代会使用自然烘干的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拥有了抽风机会简单许多 但是我们想画家的甜品 每个月面下来都会使用 我希望大家感受到颜色 我希望你有了 现在到了制作侧板的过程 侧板分为两边 首先需要用热水浸泡20分钟 这台机器也需要加热20分钟 然后当当当当 时间又过去了20分钟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我们会用同样的方法做出另外半边 我们现在开始组装的过程 首先你需要一个模具 这个部位大家应该都在音孔里看过吧 然后我们将要开始组合 琴头和琴声 我们会用机器刻出一个对应的槽 音乐 这也是一个很暴力的过程 这一部分是关于琴菌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你的吉他手感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调节它 得到更好的手感 这是一根钢筋 它被埋在琴镜里 位于纸板的正下方 这也是一个暴力的过程 当我们装好钢筋 就可以把纸板粘上去了 纸板通常由玫瑰木或者是屋木做成 但是现在有一些便宜的吉他 是用塑料的 在简单的手工打磨之后 就是做七了 I wish you blue birds in the spring 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 And then a case But more than this I wish you love And in July 七面通常由许多层构成 我现在涂的只是第一层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 I wish you love 做好期的吉他 会进行一个抛光 你们看到的亮闪闪的吉他 就是这么来的 看见了吗 这是一把做好期的吉他 它很闪 你们看见了吗 I wish you blue birds in the spring 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 And then a case 这个过程是年下闲诊 我们需要用模具定位 然后画出方框 切完胶带之后 需要先去装品丝 I wish you health And more than wealth I wish you love My breaking heart And I agree 装品丝其实并不难了 最难的是保证它的高度和弧度是一致的 这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打磨 这里就是打磨的过程 它需要保证每个品丝的位置都是相等的 不然就会出现你们听到的打磨 I wish you love 装好品丝之后就是装下闲诊了 装之前我们需要经过一个精确的定位 I wish you blue birds in the spring 我们会敞开做好期的面板 打磨和抛光 然后就是粘上去了 和面板一样 现在需要一个烘干的过程 你肯定不希望它弹着弹着就掉下来吧 现在我们需要来装金属键 这里已经快结束了 最后一步就是把琴弦装上去 这样一把吉他就算制作完成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 不然你会感觉手感很糟糕 I wish you love 现在只差一个快递就可以拿到它了 希望它不要被快递叔叔摔坏 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 and sing a case but more than this I wish you love and in july a lemonade to call your inside by bwd6 I wish you love sì h by bwd6